Hello,大家好,我是阿诚 现在是下午6点钟 明天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开工 现在我要把它装好车先 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出发了 看着没有什么货,但是装的话不少哦 又有玻璃,又有其他的 装车的话都要费不少时间 路程又有点远,所以我都是提前一天晚上全部装好车 然后早上起来说要洗脸吃早餐就可以出发了 提前装好车还可以想想差什么什么拿漏了没有 要是明天起来早上装车的话会有点忙有点急 经常有时会忘了东西,这样非常麻烦 当地又没有卖哦 还好媳妇今天不上夜班 不然的话自己一个人装车麻烦哦 然后还要做饭 还要看两个小鬼哦 有时候还要监督下作业 很忙的啊 现在很多人不想生二胎三胎 我想就是这样吧 压力三大呀 老师爬在这里干嘛 不要挡住你老爸干活了 下来了 你爬在这里干什么你说 啊 很好玩啊 有什么好玩的下来快点 在我这种小地方装修这个行业已经慢慢的落幕了 已经过了亏黄的时刻 也曾经想过转行做其他的 但是现在真的一下子不知道做什么 现在做什么随便都要投资十几几十万 投下去没什么 但是投下去的话呢 不一定有收获 现在也不是一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起码 一家人吃饭消耗 是要花费不少的 难出头啊 现在已经输不起了 始至无畏 弃之可惜 到了养家糊口的年纪 不管你有没有兴趣 不管你想不想 生存才是至关重要的 生活就是这样 以前你不努力 现在你就得加倍的努力 有很多人比你优秀 但是比你更努力 你说你着不着急 就像工作室一样的 就像我 今天我不把车装好 明天我就要起早一点 忙忙碌碌的装车 而且一下子着急的话 忘掉点什么东西 去到工地干活一下子又做不了 更加麻烦 我感到你你还跑上去 谢谢 你总有走完的情趣 就算命中就一定 我也要看世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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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